有一次早上 我就啤酒喝太多 隔天起來 我第一次感覺到就是 隔山打牛的感覺你知道嗎 就是有一點點風 你知道那個膝蓋是啊 其實有問題 所以你衝鋒的機率會非常地高 因為你父母會有 下週一下午六點 晚上十點 超市實在有健康 煩惱 煩惱 腰狀 腰狀壓力很大嗎 跟我一起去旅行吧 走 生活需要放鬆 旅行不必理由 帶著背包 逃掉煩惱 跟著西遊記 一起來趟新旅行吧 走 十月四號起 每週日晚上八點 全新西遊記 就在超級電視台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有一個體系的保護公司會放音樂 會有一個那個交響曲 告訴 不是 不是晚安曲 交響曲 因為他要提醒所有的員工 我們今天已經達標了 哦 所以當今天已經達標的時候 更是最好談價錢的時候 好招哦 因為他們已經達標了 你要跟誰談啊 有這一招 因為你如果今天已經達標了 你現在做的業績 很多的貴姐就會把它做到明天的業績 也就是說 你今天跟她談的價錢 跟她買東西 是她明天的 開門的這個基本扣打業績哦 有時候貴姐很難談價錢 又不是菜市場 你頂多能夠叫她送贈品吧 現在的貴姐 其實有些是相當靈光的 她就是會有很多精算的方式 讓你真的還是比你原來 他們牌面上的價錢 再便宜一些些 好 那月娥呢 也有三個屁股要大公開哦 既然這麼會精算 你小心你算不過她 所以不要自我感覺太良好 佩佩 來 我們講到其實很多的DM 藏了很多玄機 因為很多朋友拿到很多DM 就看各家百貨 都會寄出不一樣的優惠 其實看DM也有方法的 前兩頁 後兩頁 差不多是重點資訊所在 最重要的精華 它在你前後翻的時候 讓你很快可以看得到 就不用整本都背起來了 對 那說我沒有辦法 收集到每一家怎麼辦 現在手機智慧型的非常好用 你可以下載 它還幫你做比較 所有的DM 各家百貨公司的優惠 它都幫你做整理 然後甚至它的DM上面 會推出每日一物 所以你這個時候 我會發現這個大部分 都會下殺五折 對 所以DM裡面藏著玄機 你要看得懂 那再來就是 卡友禮多多 聯名卡來電禮等著你 你只要有這張卡 來就送給你 但是你當然會說到很多 奇怪我怎麼拿到那麼多禮 都是差不多 對 或者是排六小時 為了一次 對 那不用犯了 你要想它是來電禮 你來它就送給你 你覺得它應該給你 對 多高的價值呢 來電禮就是五十塊左右啊 是啊 所以但是 如果你刷卡消費到一定的金額 額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兌換其他更好的禮物 把我都載給你 滿額裡 那通常在週年慶期間 紅利的極點 其實你在刷的信用卡 也是倍增的 對 所以這個部分 你可以另外再做運用 不是在週年慶運用而已 再來贈品的實用性很重要 很多贈品拿回去以後 實在真的是備物一堆 尤其像現在天氣入冬了以後 很多的贈品都是保溫品 保溫杯 再來就是滿額送 還有抽獎活動 這也都是很多好康 搞不好你運氣很好 那這個其實常常是百貨公司的招數 因為你真的知道它什麼時候抽獎嗎 不知道 它什麼時候會通知你嗎 有人說過嗎 沒有 還是在門口告訴你 因為抽了 還有通知你啊 對 所以這就要問 你不然 你要問清楚一下 否則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 因為它有的是當天抽啦 是 那你當天要在那裡等喔 11點以後 往往都忘記了 我有去抽 可是往往都忘記 我相信 都忘記 對 對 再來就是小新拿到的贈品 其實它都已經加算在你的價格裡面 就像明川剛剛講的 其實櫃姐有很多它都會精算 我告訴你 它真的比你會算 它只是讓你感覺到 你很滑算而已 可是我們要提醒大家啦 像各位其實你必須承認 你買了一些不太適合你的東西 不太適合你穿的衣服 可是你自己 還要努力地說服別人說 那個東西很棒 勸大家呢 要去參加週年慶之前 先走到提款機去 刷一下提款卡 看看帳戶裡頭 還有多少錢 千萬有跟週年慶 蘿維卡農 好 謝謝各位專家 謝謝 我們大家可以來照顧客 謝謝 不過每次 每次我聽到有週年慶 等我有空去的時候 等一下就結束了 因為你沒有時間 他太忙了 而且我每次看到 有人可以去排六個小時 為了省五百塊 它其實那個要算進來 那也是時間成本 沒錯 我覺得時間成本真的要算 就跟油價加兩塊 一排五個小時這樣 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 多年前的經驗 我現在都告知自己 經驗當然也要看 然後比價也要做 最重要的是代謝年慶 不要代謝 還有 我還會 我還特別跟你講 我還會問自己說 我會問自己兩邊說 這個東西我真的需要嗎 還是只是覺得它很便宜 我其實都會問我自己一次 然後再照一下經驗 然後說我真的很需要 我就把它拿回家 我覺得你什麼都很需要 你還是被世信公 對 我有經歷在控制 但是你不要再切了吧 你好好錄影吧 真的 真的很難控制 以前下面是後臀 然後所以我都是做一個 縮成手術 就爆牙 又沒有下巴 看起來就很像卑鄙的狐狸 你知道嗎 事實上整形手術日新月弈嗎 它有舊的跟新的差別 那新的比較理想式的整筆法 醫師 你有什麼建議 你說它做得像油德花一樣 嗯 今天晚上11點 仇視大小姐計畫論 好